本短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接过去哦 最后生还者 过去回忆与眼前生死关头的第七八集 有请牙关自立自强 一心意要来拯救重伤昏迷的乔尔 会想起艾莉跟好朋友在购物中心的那一段 狭路相逢人心显恶 两个人是否能度过这一次难关呢 追着追着 这部最后生还者也来到最后倒数咯 第一季进入了倒数两集的最后一里路 非常关键的时刻 看到了在第六集最后 乔尔被刺伤 然后重伤昏迷了 是否能脱离前进 艾莉也是陷入极度的恐惧 她非常害怕 到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 而这段恐惧其他有志 其实背后是有故事的 就看到在第七集的一开始 镜头带到一个住宅街景 在一栋废弃民宅这边 先把昏迷的乔尔安置好之后 艾莉赶紧试着要来帮乔尔止血 治疗也看到乔尔叫艾莉不要管她了 叫艾莉回去找汤米 然后呢 就在这样一种纠结低迷的气氛之下 艾莉试着要来找看看 有什么可以用的 接着画面是带出了一段过往 回到之前在对策局 是带着大家要来回顾 艾莉之前在对策局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 纵观了这部末日剧 一直到这边 之前都会以为对策局有多坏多烂 其实前面也比较少聊到 对策局里发生的剧情 然而整个看起来 不管是怎么样的阵营 公众来说 没有什么是正确或是错误的 确实在这样一个末日情境之下 都是为了求生存 对策局混合于其他领导者 设法营造 努力维持一个底下人 大家平均都可以温饱的环境 只不过对策局是一个更有系统 军事化管理 就看到了之前身为孤儿的艾莉 她在波士顿而离去 对策局的军校这边接受训练 也可以看得出来 原本就不是一个很受教的小屁孩 艾莉因其他学员抢她的耳机 而跟对方打打出手 所以接着就看到了艾莉被叫去训化 这边长官换上位 则是提供了艾莉两条路 一条是永远当一个小兵 一条是遵守规矩之后成为一名军官 但艾莉后来是走出了自己另外的第三条路 而其中关键就是敲架要跑回来的这一位 是多姆瑞德所饰演的莱莉 艾莉的室友捡好麻吉 可以看到 包括第六集最后 巧合受伤 忽迷连接到了艾莉回忆来历的这些情节 事实上 是改变另一支调片章节 最后生还者跑出脑后 所以比较游戏看到像已经消失一段时间的来历 从窗户通通摸进来向艾莉 以及后面他们两个人跑出去溜搭的这些巢段 主要就都是来自跑出脑后这一段资料片的情节 然后也在莱莉的说明之下 可以知道呢 莱莉加入火银 一开始对艾莉造成冲击 因为她长这么大 其实一直被关注 火银是死对头 而刚刚W也说过 整个来说没哪一个正义是对或错 另外呢 莱莉这次回来游力要艾莉 所以艾莉跟她出去晃晃几个小时 就这样啦 不光是开启的艾莉的视野也改变了艾莉命运 除了邝尚未说的那两条路 其实还有像火银呢 还有更多其他道路可以选择 如果前面有玩过这一段游戏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 关于艾莉跟莱莉 他们之间的这一段 其实事实上艾莉心里面有很大一块分量 向前面聊到 失去重要的人的那种感受 以为艾莉还很年轻 不懂事实上有发生过这一段 然后更往前一点 艾莉跟泰斯聊到 关于她之前 偷跑进去救购物中心 被咬伤了金骨 现在也可以知道 当时艾莉并没说出完整的事情 就来看到了 艾莉后来还是跟莱莉跑出来 两个人摸黑穿梭跳舞顶到处跑 她目的地 没错 莱莉带艾莉来到救购物中心 而这个也就是要来揭晓到底 那一晚在购物中心 艾莉是发生了什么事 嗯 原来这次艾莉要给艾莉的一个大惊喜 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这一大小朋友 理由上都没有见识过 正常世界的种种繁华的闹 所以确实打开 总电源之后的购物中心 其实还是破破旧旧的 也就够兴奋好一阵子了 两个人牵手逛购物中心 向旋转木马啦 艾莉要带着艾莉来见识见识 购物中心四或五大奇观 购物中心总统之路 都是没见过 新奇的 对艾莉跟艾莉而言 旋转木马 拍照亭 有一场等 整个购物中心 就是他们暂时躲避 现实的奇幻乐园 艾莉告诉艾莉 关于她为什么离开对策局 进行安排了 这一连串购物中心 各种惊奇的原因 也知道了 艾莉明天就被派遣到亚特兰大战典 不仅就不同阵营分隔两地 两个人也很有可能 就从此再也不会再碰面了 而来知道这些之后 其实第一时间不能接受 艾莉后来还是有留下来 跟艾莉度过最后这一段 这一届光圣节 变装用品店这边 他们跳舞 接着也看到艾莉情不自禁 亲了艾莉 要她留下来 但悲剧就有在这边发生了 出现了一只感染者 前面玩电玩时被他们吵醒 外面看到感染者被干掉 艾莉跟莱莉超不幸的下场 他们两个都被咬到 就如前情所恨到 艾莉后来没活了下来 不过就也是这样 在艾莉心中 这件事是留下了 永远无法抹灭的隐隐与伤痛 看过了艾莉跟莱莉的过往回忆之后 可以知道艾莉害怕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 这样的恐惧来自于那时候 最后失去了莱莉的伤痛 不仅是他们两个人 一种懵懵懂懂的雷斯边情述 莱莉也是艾莉曾经真心关心过的一个人 而且就这样过去艾莉跟莱莉的那一段 对比了现在艾莉跟乔莉 不愿意就此放弃乔莉 所以第七集最后 其实也是跟第八集是一个联动 看到在第七集最后 艾莉后来在巫师里找到针线 先是赶紧来帮乔莉做一个伤口缝合处理 艾莉洁净了自己所能接着下来 也在第八集看到艾莉持续在照顾乔 而除了担心乔莉的伤口有被感染的迹象 还必须有自己思想 艾莉找失误甚至出去打猎 第八集就也是要来看到了另一边所暗藏的危机 自己思考特却驳饰了大卫为首 附近的一个营湖度假村 那边住了有另外一群人 来看到营湖度假村的这一群人 包括一些老弱妇孺 他们由大卫带头 同时大卫也是他们的神父 特瑞贝克饰演的张摩斯 是大卫的左右手 相当有趣的游戏中 特罗伊贝克饰演的就是乔尔 而在这一天他们举办了一个盗恋会 他们之中有人挂掉 是一个小女孩的爸爸 过来呢可以知道他们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原因因为今天冬天太冷了 他们的食物已经不过 所以在聚会过后 大卫找张摩斯 他们要再去打猎 也就是那么刚刚好 遇到了艾莉出来打猎 艾莉开枪打中一只鹿 但那只鹿还跑一段才挂掉 因此看到 张张大卫跟张摩斯想要带走那只鹿 胆子还蛮大的艾莉持枪制止了他们 也看到了大卫其中甚至 一方面提议要来交换 艾莉真需要一些药来治疗乔尔 另一方面 大卫其实是一种童言战术 奖励艾莉的简介心 大卫想办法使劲而动 而在等待张摩斯回去拿药来交换的过程中 大卫跟艾莉聊了一些 也就如大卫所说的 是除必有因 一切秘密之中皆有定数 第六集最后 是他乔尔后被乔尔挂掉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他们举办 悼念慧那个小女孩的老爸 一位自有神柱 心心满满 运从帷幄之中 另一方面 这边多少也看出来 大卫不要用心 就在大卫的简直之下 詹姆斯回去把药带来 大卫叫詹姆斯把药给艾莉 也让艾莉顺念逃离 这一整段他们原本有机会制服甚至挂掉艾莉的 当然啦 大卫并不是单纯出于好心 很明显的 大卫是对艾莉有其他企图 而且一整个大鸡血 难道要命 乔尔要受伤 大卫知道艾莉他们距离不会太远 也跑不掉的 所以如接下来大人要去找出艾莉他们藏身处 甚至大卫下令 所以如艾莉活活要带她回去 也看到了另一边艾莉拿到药之后 回去立刻帮乔尔进行注射治疗 而这一天早上 艾莉发现小镇另一边有动静 在偷偷跑过去探查之后 艾莉发现了 大卫 詹姆斯带了一些人来到这边进行搜索 为了救乔尔 不管如何艾莉先是交代乔尔要注意 接下来艾莉决定了要起码把对方引开 但也是很不幸的被詹姆斯看到之后 一枪毙掉那只马艾莉就这样从马上面摔下来 而老实说呢 作为一个团体的领袖领导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当你有了私心执念 在碰到一些状况时 你的判断决策就会有问题 前面看过的案例 这边大概也就这样 赵姆斯对大卫说 要把艾莉 大卫去已经感到怀疑了 所以在艾莉摔下来 在大卫赶到之前 原本赵姆斯打算要下手先挂掉艾莉的 还是被大卫阻止了 后面也慢慢可以看到 其实大卫队艾莉存在一种很不单纯的非分之想 在那被关起来之后 在不经意之中 被吓呆了 艾莉发现眼前地盘上 有一片耳朵 还有一些些血迹模糊的小肉屑 艾莉惊觉到了 大卫在食物不过的状况之下 他们竟然把一些人肉处理过后 为了他们的仁慈 可以看到了 因为注射过药剂还蛮神奇的 总之 翘尔恢复真实神术 后来还要爬起来反击 翘尔不但有问到了 艾莉被带回去迎湖度假村 甚至也全灭掉 要来挂掉他们的那几个人 相对了 翘尔为了求生存 救人而述助于暴力 可以理解但不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 而大卫的作为 可以说就更令人毛骨悚然 因为表面上是道貌傲然 说了一口圣经救赎 不过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个样 他是一个两面人 从大卫跟艾莉几个段落的谈话中 可以知道 不仅是隐藏了他内心的包围倾向 隐瞒吃的弱势 甚至后来也不言了 表示对艾莉有兴趣 大卫要艾莉跟他在一起 诸如此还一度要强暴艾莉 然后事件演变 一边在敲而赶过来救艾莉 可以说有一种自重力不肯活先是爆 看到了在大卫跟赵姆士 抓艾莉决定要挂掉艾莉 艾莉用技并趁他们不注意 前十一刀毙掉赵姆士 接着艾莉跑掉 大卫紧追艾莉反抗 过程中丢出烧红的木材 引起了小物开始燃烧 而大卫追踪了下场 先是被艾莉拿小刀给刺伤 过来一阵不断疯狂猛刺之下 在这边GG掉了大卫 好了才看完完的 终结掉人面收心的大卫之后 接下来第一季 就只剩下第九集的最后一集完结篇了 可以看到呢 在挂掉大卫之后 相信艾莉一整个 还是进入未定状态之下 就那么刚刚好 巧儿也来到这边 拦住了艾莉 请抱着她 W想说如果这时候艾莉说不上还有到的话 搞不好 巧儿也是会被激动不移的艾莉给挂掉吧 而在经历过了艾莉的回忆 甚至关头的经历 W说的即使有不少改变变动 但真的还是相当过瘾 尤其是这边第七八集 这两集算相当重视反映的游戏情节场景 也就像其三无暖暖一样 十足洋葱的过往回忆 以及充斥性十足 艾莉建议之强 对抗的这一切 是让大家看到了艾莉的蜕变与成长 也是可疾可恶 巧儿给她算是康复咯 有一种松一口气 大犬妈妈之中又是一种感慨 人还是要继续前线到最后一集 终于要来到了最终目的地 艾莉城啦 当然玩过游戏一定知道 那边有什么在等他们 这边就也不透露太多 还有什么意见 汉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最后生还者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